雪中汗刀行作为人气男品小说 男主徐凤年的老婆可不少 据南宫溥叶所属 共有八个 分别是南宫溥叶 江泥 陆成燕 红薯 青鸟 忽颜观音 王初东 裴南伟 而且这些女子的身份都不简单 江泥是大楚的太平公主 是西楚的皇帝 徐凤年接江泥回北梁之时 还带回了曹长青给留的数百读书种子 这其中更是有着谢西锤这个无双儒匠 要不是有寇江淮 谢西锤这对大楚双臂 两莽大战走向恐怕已经不同 江泥之外 其余几人基本也都大有来历 红薯是敦煌城主 为北梁送了很多关于北莽的密报 陆成燕出身于青州陆家 虽然他的父亲陆东江 以及家人基本都是废物 但他的家族陆梁对北梁意义重大 王初东的父亲是青州首富王林权 是北梁的武才圣 忽颜观音身负有大器语 很有可能成为草原的下一任女帝 而她将全身祭运都给了北梁 青鸟则是徐凤年的死士 多次为她薄命 南宫普叶是武学天才 曾在截杀赵凯时 薄命拦住寒雕寺 也曾在拓跋菩萨手中救过徐凤年 徐凤年不仅老婆多 红颜知己也不少 其中洛阳 轩远清风 柴东迪是较为重要的三人 洛阳是八百年前的大秦皇后 苦等秦皇八百年 这一世的大秦皇帝就是徐凤年 别人不相信他能打过王先知 不相信他能守住聚北城 但是洛阳相信徐凤年 亦如相信大秦皇帝八百年不改 聚北城之战时 洛阳更是为徐凤年守住后背 亦如八百年前并肩作战 不过洛阳毕竟有着大秦皇后的傲气 他恐怕不会嫁给徐凤年 做他后宫中的一位 轩远清风是武林盟主 整座江湖都是他的 徐凤年曾说过 世间只有轩远清风最像他 两人也是多年的交情了 据北城之战时 轩远清风也是力敌万军 并击杀了邓茂 不过 轩远清风只求一生一世一双人 所以 轩远清风与徐凤年只能是知己 咱们再来说说柴东迪 他原本是冬月遗孤 国破之后逃到西域嫁入司马家族 在司马家族危难之时 徐凤年以北梁势力铸了柴东迪一把 让司马家族崛起 柴东迪是个知恩之人 曾带人持缘清仓城 也将家族与北梁绑在了一起 除了妻子和红颜知己 徐凤年有交情的美女就更多了 瞻台平静 陈渝 渝又微 童山泉等人都是有情意 可以说徐凤年是坐享其人之福啊 那么上面这些女子 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关注本专辑 带你深挖更多雪中旱刀行的细节